哈喽 大家好 Honda Malaysia 在今天终于发表了大家期待已久的小改款 Honda Civic 小改款 Honda Civic 在我国依旧是备有三种车型 分别是 1.8s 1.5tc 以及 1.5tcp 售价方面是有 113,600 令吉起跳 这一回这小改款 Civic 还导入了 Honda Sensing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这个小改款 Sensing 在其他部分还有什么改变呢 现在就让我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新车介绍 在外形上 小改款 Civic 其实改变并不是很大 那在我身旁的这个是顶级版的 T-CV 车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水箱护罩改用了一个钢琴K 的材质 那保险感也是进行了重新设计 这一回小改款 Civic 在轮圈方面有三个选择 分别是 16 寸 17 寸 以及 18 寸 那在我身旁的这台顶级版本使用的自然是 18 寸的轮圈了 并搭配 Michelin Pilot Sport 4 的这个轮胎 小改款 Civic 依旧是备有两种轮圈可以选择 分别是 1.8L 的 iVTEC 自然机器引擎 以及 1.5L 的 VTEC Turbo 涡轮增压引擎 这一具 1.8L 的自然机器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为 141 PS 峰值扭力则是 174 Nm 而 1.5 的版本它的最大马力是 173 PS 峰值扭力则是 220 Nm 这两具引擎它搭配的都是同一具 CVT 端速变速箱 至于在车尾部分这个小改款 Civic 改变也不是很大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险感的部分是进行了稍微的重新设计 尤其是在这个扰流器的部分它多加了一个镀铬石条 而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是上方的尾翼也是全新的设计 似乎让这台车的车尾看起来更加的好看 在内装部分小改款 Civic 依旧是延续了改款全的设计 但是我们仔细看的话我们是可以看到它的组装以及这些质感上是有小进步的 那在配备部分呢小改款 Civic 依旧是被有半数位化的仪表 以及这个独立式的主机 但是这个主机是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设计 而且这回这个主机它还支援 Apple CarPlay 的功能 你只需要接上手机线 这个功能就会启动 然后你就可以透过这个主机使用你的手机了 像是 Waze 啊 Google Map 以及 Spotify 都可以直接在这边操作 更加的方便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 Civic 其实是全系标配半数位化的仪表 因为在国外其实入门版的 Civic 它是使用传统直升仪表的 那在安全配备部分 我国的小改款 Civic 这回导入了 Honda Sensing 以及 Honda Lane Watch 这两个功能 首先我们就先说一说这个 Lane Watch 其实这个 Lane Watch 它是在左侧的后视镜安装了一个摄像头 当你在开车的时候打开左侧的方向灯 这个镜头就会开启 然后将这边的影像投射到主机上 提升你的行车安全性 至于在 Honda Sensing 的部分 小改款 Civic 这回导入的是一个完整的版本 也就是说除了主动式定速巡航 自动紧急刹车 前方碰撞预警等功能以外 它还多了一个低速跟随系统 Low Speed Follow 这个功能主要是一般上主动式定速巡航在时速低于 40 公里 它就会自动解除 但是有了这个功能它则是不会 在后座的部分 小改款 Civic 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椅背这一回 终于导入了这个 64 分离倾倒功能 以往的 Civic 因为在设计上的关系并不止这个功能 让它在空间的灵活性上就受到了影响 而这一回原厂终于加入这个功能 当你需要运载一些体积比较长的物件的时候 它就能满足你的需求了 以上就是我们为这个小改款 Civic 做的一个简单介绍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回这小改款 Civic 在更新了配备以后 大家有何看法 我个人是觉得它在价格上还是依旧具有相当的一个竞争力的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对小改款 Civic 的看法 我是小明小编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后期再见 又看到我 就没有数� Ensuite 这个指数就给你一下 微波较的 有ided 那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